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倩哥,我是咕咕王倩哥 之前答应大家有很多很多的产品,没有做review这样 今天来和大家填一下坑 今天的视频呢,有包括一些品牌借给我的皮革粉丝版会 也包括一些我自己购买的产品 也包括之前欠了大家太久的坑 如果大家对这支视频感兴趣的话,就记得往下看呢 往下看呢,往下看呢 那第一个要和大家说到的呢,是花细子的装弦乳 这个是它在皮革包里面拆出来的 然后手里面这个是保湿管 它这个瓶子是这种炫彩的 然后里面挤出来的乳液 这蓝色里面偏红色的偏光 这种颜色的装弦乳,确实倩哥咕噜过 还好花细子送给了我,让我长长四面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拍上 在手上涂我的时候,它是有一点点傻的 但是涂在眼上没有耶 我以为会像那种提亮的装弦乳 类似于VDL的那种 不是的,不是的 因为最近我当年不是暴动了,然后又开始起皮了 所以我就想试试它下这个装弦乳 它这个装弦乳保湿的效果不错啊 然后我们现在来上粉底 上粉底之前呢,我们先说美妆袋 这是我最近入手的耳目淘家的美妆袋 我最近就有一直在刷小红书 然后我发现,我好像没有什么可以买的了 就在我淘宝小红书B站东旺西旺的时候 我发现偶年在爱用品上面 有小伙伴跟我阿妮说 倩哥倩哥,耳目淘她家的美妆袋也很好用 那我听到小伙伴的阿妮,那我肯定得买呀 阿妮我的小伙伴记得来认领我 要不然肯定会有人说我无中生 我发现我好像没有和大家说过 如果挑美妆袋要注意什么 那今天来和大家说一下 挑美妆袋的话,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材质 材质的话,我们要挑选非乳酱的海绵 这一点呢,产品详情里面会告诉大家 一定要挑选非乳酱的海绵 耳目淘,拼搁 第二就是,干上的时候 在你的脸上,这个粉扑它不会起屑屑 不会掉脏 然后你用手捏它啊 像倩德的指甲,还是比较长的女生的 不会牛硬子啊 嗯,白斗老实物,老实它,老实它,老实它 大家看,没有硬子啊,没有硬子啊 耳目淘,拼搁 第三,弹性大 适用和该用,大小不一样啊 就看它前后泡水以后有没有变大 变大的这种呢,它弹性比较大 上脸的话会更贴肤 耳目淘,拼搁 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啊 就是,一定一定要软 要像手势面包一样啊,这样 哎呀呀呀呀 感觉可以把你掰开,软软的啊 招伤我的绒腻 嗯嗯 不得不说啊,小伙伴的这份安逆呢 倩哥我吃得很开心 那倩哥入手的这个美妆袋呢 它是套合装的 你没有这种金属下,你可以用来酿给你的美妆袋 如果你出门的话,这个蛋蛋它有这种透明壳子的 简直不要太方便啊 特别适合我这种经常出门的人 那我们现在来说的就是 植村秀的小方瓶粉底液 之前答应跟大家说啊 我的天哪,我割了,快晕晕了 我检讨,检讨,给大家填上 但是这个小方瓶粉底液,想到你 夏天的时候我用,我没有很喜欢 因为这个不太符合我对植村秀的印象 然后我这个色号呢,也是774啊 它这个挤出来是这种凝状的,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可能是头头上那儿有点堵的对吧 我今天就想冬天来试试它 看它能不能好用啊 但是这个色号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深一点 小灯泡,我选的是774 这个小方瓶我也选774 大家能改革到这个粉底液有多白吧 真的好白 至少要比你平常选深一道两个肚 然后这个粉底液还有股位的 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买过一种笔心啊 这个笔心叫做真彩 抹桃味的里头,有股墨水被夹在里面 好奇怪啊 现在我们来拍开哦 哇,它简化速度好快啊 大家看,这儿是黄的 一马一扒开它就变白了 哎呀,如果它会咬坏的话我能原谅它 真的好白,好白 这个粉底液干的特别快 大家上的时候一定要迅速迅速啊 上了以后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白 很多人说它遮盖定好 我觉得带不住我这种大红豆诶 可能要叠加了,但是我不敢叠加了 我现在脸上全都是皮 全都是 如果大家能看到屏幕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屏 一定要发条弹幕告诉我 你不想发条弹幕 你扣个音也行 哦,因为我是个近视眼 我现在是看不清楚屏幕的 拜托拜托各位了 我这一块全都是皮 全都是 包括我不爱起皮的下巴 鼻子 哇,我的头全都是皮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啊 我真的好困难 能看到吗 它不像之前明创优品的那种 那个皮是起来吊折的 它这个皮是捏在你的脸的表面上 就跟这种蛇皮口袋一样 有一种蛇皮口袋 它好像是麻枝的吧 是用来装粮食的 它就和那个装粮食的口袋一样 你知道吗 均匀的分布在你的脸上 一块一块的编织好的 我觉得太恐怖了 有些产品啊 它就跟人一样 禁止别人说它千般好 但是这个东西 只有用了你的脸上 你才知道它好不好 而且请记住自己内心的感受 你觉得它不行 它就是真的不行 你再用一次 它还是不行 直吹秀的这个粉底液啊 教会我 什么叫做死心啊 别以为它是直吹秀 它就会好用 白白您嘞 白白 那接下来这个呢 是我之前买了的 然后忘记和大家分享的 是Essence的粉饼 Essence的粉饼 大家说就是 这个香酱粉饼 和这个透明的粉饼有区别 那本就说 到底有它区别的心理 诶 倩哥我就把 两块都买了 想当你说实话 它俩在我这儿 只有色号的区别 上也没差 你要揪其它的 控油 补妆 诶 又区别 倩哥给你的回答是没有 你看中谁你就挑谁 不带纠结的 20块钱轻松一上手 那这块粉饼 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我觉得可能就 柔焦效果会好一点吧 如果你一定要让我 写一个的话 我可能会选着黄色的这个 因为白的这个 它上面还是有一点白 它不是那种聪明的粉饼 你就想想 粉鼻会挂在你的脸上 是啥啥 它就差不多的效果 你说要把它 比喻神异气 那就过分了 倩哥不是这种过分的人 但是大家能感受到的没 白一块钱一块的 这个就是一定要赏亮多次 要不然你就感觉 你就是个半年狗一样 但是它的主色效果也很好 大家能看到吧 上合没上 区别还是蛮大的 这边给大家上黄色了 我觉得黄色的这个 日常会比较好一些 它有提亮的效果 它也不会泛白 我觉得日常用刚刚好 两边都是哑光的妆香 你说这两天也有啥区别吗 真看不出来 甚至这个粉饼 倩哥个人认为 它是适用于中性皮 或者混硬皮 或者是混干皮的 油皮的是用不了的 因为它定妆效果 还有控油效果 没有特别 但是如果你是日常使用 时间不是特别长 就比如说 你就涂个防晒 想要定一下妆 那这个基本上 就能满足你的诉求了 那眉皮这一块 倩哥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要和大家review的 然后也没有买到什么新品 咱们就 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说到的呢 就是我新买的眼影 来自于Jolin他家的 因为他家上新很便宜 这个呢 就25 第二天半家 然后我就买了鸟它 然后还买了一盘这个 这个眼影 我觉得他家这一次 确实做的有进步了 要夸一夸 所以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记得之前618的时候 好像和大家分享过 看一下这一盘眼影啊 那么我给他的评价 其实还蛮差的 因为我就觉得 他真的好没有诚意啊 你就感觉是一个分装 你知道吗 那种淘宝店铺卖的 那种分装眼影 拼在一起了 那会有小伙伴就觉得哦 倩哥我对于产品的要求太高了 人家只卖25块钱 你这么高的要求 你是不是鸡蛋里面条骨头啊 倩哥想要说的是啊 就是说对于国货 如果有不好的地方 大家要提出来 有提出来了 他们才会进步 他们才会赶赛 然后一定是奇迹的那种态度 这不 他这一次的盘子 确实做了蛮大变化的 虽然也是透明塑料啊 但是比之前进步很多 尤其是里面的鸭盘 之前的这种 就感觉是读书的时候啊 你觉得他是可以有进步的 然后他就 嘲嘲聊聊随便写一下 语言表示 就把这些交的那种同学啊 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盘啊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大家也没有猜 这个我画的是哪一盘的呢 这一盘长得很像 Romand的水泥盘 我对比了一下 还是差的蛮多的 就不是水泥盘的评价替代 也不是相近色 我觉得他比水泥盘 会更好用一些 然后这一盘的话 我觉得也不错 这一盘我之前有抠过那个图 我刷了一个Puma的胃烟 然后带了个帽子 就是用这一盘画的 我想用的是这一盘 因为我觉得这一盘 可能大家会比较感兴趣吧 然后也比较抽冬这样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画了 首先呢 你取一个糯米骨色 打底 这颜色呢 你就往上里面怼就对了 大心大胆的往上怼 一定要当做眼影盘 不是自己的 使劲用改劲用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你要想你的眼睛迷神 末禅一定要 你就smell 一边smile一边画 微微已香 很精神 眼睛又肿又补的妹子 一定要记住这一步 这一步就是你和男神 又进一步的关键步骤 你把动物深一点点的 巧克力中红色 在你的双眼皮褶皱中间 上去一点点 很像韵染 大胆的韵染 不要怕 有我在的 你千万不要怕 消肿必备就是她了 你看我的眼睛 有没有更身帅 有没有 有没有 现在是不是觉得 我的眼睛还有稍微些些浮手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再来扎身 轻轻的用这种小烟熏鼻鼻 轻轻再一点点 放在你的眼上 放在的眼尾 小小的鼻 大大的美 最后我们来注入灵魂 及时到 美呆了 就在你的眼中 大家感叹一下 太美了 太美了 哇好酿糖 接下来也是一个 我很好奇它 到底有没有用的东西 我们先把睫毛砸下 我们来试一试 之前我连一支 爱用品分享上面 有小伙伴跟我说 千哥千哥 完美之际的 睫毛打底 比爱兜莎还好用 而且比爱兜莎还便宜 千哥千哥 你快买 你快买 此后啊 下面的小伙伴 请你们来执领一下 千哥 必然说那么好用 在千哥这儿 一定要经过什么检验 好用的睫毛打底 必须要经过 颜千的支撑 我的感觉 我来说一下和爱兜莎 睫毛打底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爱兜莎刷了以后呢 睫毛上面会有一层 灰瀑瀑的 大家会感觉像 沾了灰一样 沾了毛在上面 那完美之际的这个呢 它比爱兜莎 湿 刷上去以后 会有那种 自然裸妆的妆相 给大家看一下啊 哎呀能看到吧 没有灰瀑瀑的这种感觉 没有 我现在没有刷睫毛 我们就来看 它扛的 助我的明星测试 不需要多 五秒就可以了 我测试上来没问题的 它刷出来有那种 一触一触的感觉 并不是结块 那睫毛打底 千哥之前有回家说过 睫毛打底是 用不好用的睫毛膏的 我们来试试啊 手上不好用的睫毛膏 它能不能拯救 因为我之前有买 这个UNI的睫毛膏 虽然它很纤细 很纤长啊 但是刷了以后 秒它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它会不会秒它 刷了以后 还是卷翘的 不会太 是吗 是吗 我側面给大家看一下 刷了以后是不会太的 小伙伴的这个安逆也不错啊 它确实夹了以后是臭的 然后搭配睫毛膏也不错 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 就是这个 MU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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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 我那会觉得这个颜色 应该蛮春蛮粉的 这颜色就想着芭比粉啊 结果我又增香了 过早给人家下判断 是要被打脸的 它看着很春啊 其实上脸刚刚好 还蛮好晕染的 你以为它是香春粉 结果它是一个水蜜桃色 在你的脸上 我现在这个两个蛋蛋就像水蜜桃一样 大家注意的时候就是少量取粉啊 它这个虽然是挺好熏染的 但是一不小心容易下重手 难得啊 韩国的腮红也会下重手 有还在观望 MUCHI 它其实好不好用的 我觉得是值得买的 这一块呢 就是如果你平常只涂一个腮红的话 就不错了啊 因为它真的还蛮大的 传家榜的大小 大家看啊 比我的嘴巴还要大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高光 在分享高光之前 我先把我的鼻影刷一刷啊 刷一下 大家就随便看一看啊 可以发个弹幕 拆拆拳啊 这些都是可以的 我抽钱 然后你抽什么 现在我们来耍高光 这个高光不为别的 我就是因为它长得好看一路的 人名币 人名币 它这个包装呢 给我感觉很像TUFACE 这个国产的品牌 叫做清晨光晕吧 哎哟 GRO 哎呀我不知道有没有读对啊 反正就是叫这么一个名字 我们就用中间这个颜色啊 给大家看一下 它真的蛮好看的 人名币的感觉 金钱的味道 成装再看一点 国产的高光 我觉得它包装算做的不错的 粉质也不错 但是它里面这个颜色 我觉得太黄了 就是太中了 有点类似于古铜色了 感觉像那种眼不打底的那种香槟色 我们两个混刷一起刷 中间的这个呢 有一点点偏金调 但是打鼻鸟 大家看一下啊 我的鼻子就立马站起来了 哇这个鼻梁 隐形的哦 一条 嗯 不应该叫隐形啊 竖形的一条 立马就起来了 嗯 之前我们不是开箱看到了梦妆的口红吗 然后我觉得口红我真的真香啊 我觉得这个真香不应该叫真香 百相真香应该叫什么 我忘记了 叫彩雷吗 我之前我以为会很好用的 然而并没有啊 这一次泥炸西的推荐 我彩雷了 每支口红都给大家试一下色啊 我们先从前的这个开始来试 这个是23号色 砖红玫瑰 我觉得这个颜色是很漂亮的 很适合秋冬 你不知道怎么涂的时候 你用它真的很漂亮 特别适合搭配红棕色的眼妆 红棕色的腮红 这个颜色呢是11号豆沙 一般来说豆沙的颜色呢 都是偏暗的 这个颜色呢 有稍微微一点亮啊 如果你是黄皮呢 勉强能涂 我知道大家从镜头里面看 这个颜色适合我嘛 因为和肉眼看到了 我感觉有一点点区别 我感觉有一点亮的 如果你是黑皮 这种颜色一定一定要劝退 一定的 这是28号清新曲 我的妈呀 这个颜色薄涂还稍微好一点啊 是那种胡萝卜橙色 厚涂我的妈呀 我跟你说 马上我的世界从彩色就变成了黑白 颜色显得我的脸灰扑扑的 特别特别的暗 整张眼你只看到我的嘴 感觉我的嘴巴是3D的 把我的嘴巴送给你们 大家看一下 哇这个颜色真的好亮眼啊 好螺幕好强啊 都是挺显气色的 但是我感觉啊 我这个显气色 是要把我买入黄土了 你看你看 僵尸之人 颜色和我这个差不多 差不多真的 这只是颜色上啊 颜色上其实主要是这支不太好看啊 另外两支 我觉得还可以 还能接受 那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 这个质地非常非常的干 因为我买之前 阿B劝过我 不要买千哥 这个不好用的 我说我不信 我不信 我信李扎琪 李扎琪推荐 我觉得我可以买 前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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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和大家说过 我的嘴巴呢 是一个润唇 只要我不感冒的情况下 我嘴巴是不会起皱 也不会起皮的 这个涂上嘴以后 唇纹非常非常的明显 可能有一些小伙伴 觉得有唇纹比较性感 那我个人呢 是不太喜欢有唇纹的 那另外呢 这个真的很干 就感觉啊 你涂上去以后 你用封口椒把你的嘴 让你我的封住了 我少讲话 你讲不出来 你感觉你的嘴巴上 被花了符咒 就这样贴在我的嘴巴上的 好难受啊 虽然这支唇膏比呢 只要不到30块钱一支 但是呢 30块钱 你买一斤猪肉 它不香吧 钱虽然少 咱得花在点上 这个钱在这儿 献哥不让大家花出去 自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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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感觉我越说越像 叼哥啊 你给我 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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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今天的视频分享呢 就到这儿结束啦 感谢大家的收看 总之前 倩哥在被微醋 大家 数字三年一波